週三 孟晚舟引渡案 進入了判決前的最後聽證 當天法庭內是座無虛席 8月4日 孟晚舟引渡案最後一輪聽證會 在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開庭 一開場 辯方就聚焦在美國的案件記錄 孟德律師達克特聲稱 美國濫用司法程序 誤導加拿大及其司法系統 申請暫停引渡的訴訟程序 法官福爾摩斯之前就書面裁決 辯方提供的有關文件 不足以證明案件記錄是明顯錯誤的 檢察官也當庭認證了案件記錄的補充文件 其中詳細說明了美國對孟晚舟的13項指控 預計檢方律師將在之後的辯論中 對這一指控作出答覆 最後這一輪聆訊定於8月20日結束 法官將在秋季作出是否引渡的最終裁決 新唐人記者李威舒燦 加拿大溫哥華報導